我知道我混蛋 我对不起你 但是 但是我就是不想从别的女人口中 听到你的名字 行 昆然 你干嘛来了 买花 怎么 今天花店不营业啊 营业 小姐 小姐 你想买什么花 我来给你介绍 我不需要你介绍 她不买花吗 你想要什么花 玫瑰 你要多少 有多少要多少 我们现在店里面剩下三百只 够不够 够了 全给我包起来 多少钱 不用钱 我送你 我不需要你 看到我们就知道 你给你带你 planning 你带你 我把脖子 哇 这么大一束玫瑰 这得有上百枝吧 哇 这么多花 这应该得有 有两三百枝了吧 丁小然 可以啊你 为了追男神 不惜下雪本 好感人哦 这不会是花店的男的送米的吧 不是 都不是 是 赫然 你的花呀 嗯 谁送你的 丁小然一直在说的那个男子 不是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赫然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意思 你放弃吧 你们不合适 你们不合适 我喜欢谁那是我的自由 你凭什么管 我没有要管 我只是想告诉你 小寒是不会喜欢你的 你 你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是事实 赫然 你和小然一直说这男子 你咋认识啊 认识 你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你问的那天我没想起来 昨天见到 哎 我认识 哪还有你这样的呀 你们不合适 各个方面都不合适 小寒有一个孩子 今年也有八九岁了吧 我教过他画画 什么 什么 有孩子 那 那他结婚了吗 姐姐 他都有小孩了 姐妹结婚重要吗 重要 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好吗 别别别 你别笑说你傻呀 客人都说了 他小孩都八九岁了 那这个男的肯定年纪也不小了呀 你想想 你小小年纪不能去给人家去当后妈吧 你太惦记了 对啊 你就放弃吧 没什么大不了 及时止损嘛 我可以 帮你介绍美术系的学长长得都挺帅 喜欢吗 给你介绍 对啊 美术系的那些气质帅哥多好啊 让何冉再帮你介绍 我不喜欢 我就喜欢小寒这样的 小寒她真的有孩子了 你不信可以自己去问的 你真要我怎么问啊 我怎么开口啊 你就说 是我说的 对 我是有个小孩 今年九岁 叫全全 她说的没错 那你跟何冉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们以前 这个你去问她 以她的答案为基准 那花点男真这么说啊 对啊 你们说 我要不要在这儿问问何冉 你问什么呀 你问你就是傻 这么明显还看不出来呀 就是 他俩一看以前就有故事 应该是情侣关系 那现在呢 分手了吧 我看着他们俩的关系 不是很好的样子 分了也是没分干净那种 藕断丝连 你呀就别掺和了 你看昨天何冉说话那口气 明显就是于情未了 她那小眼神里全是不甘心啊 你可抢不过她 这题不行 换一题吧 而且你也不知道 人家俩以前感情到什么份上了 像你这种八肝都打不着的暗恋 单恋 肯定有没戏 我们谈谈 谈什么 你为什么来西津 我应该要选择居住城市的群里吧 那我换一个问法 你知道我在西津 然后你来了西津 为什么 巧合 小海 你觉得我会信吗 我有去找你吗 你来多久了 我知道 重要 你知道我会来找你是不是 我会当这一次意外见面是巧合 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丁小然 她是特意去旁边咖啡厅做监制 否则她根本就没有理由出现在花店附近 而且她根本就不喜欢养花 她甚至都不是社团的成员 却特意去争取了毕业典礼会议室布置的工作 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就是冲你来的 你看不出来吗 就像你当初一样吗 你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身边 然后又一声不吭地离开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请你离开 我不想从别的女人口中听到你的名字 我知道我混蛋 我对不起你 但是 但是我就是不想从别的女人口中听到你的名字 别闹了 早点回去 不行 不行 那个 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 给她穿壳贴她手受伤 好 我需要你快些